第零二六章 走春秋看春秋 蜀骑驰骋出太安城 皆是黎阳最精锐的一族 所骑成的一马 竟是皇帝心爱的汉邪宝马 一骑在御街大道上策马狂奔 锁过之处 无一人胆敢烧家组织 为首一骑鞋带有一道八百里加急的圣旨 圣旨不合理智 除了盖有一方黎阳天子的国喜大印 在金黄眷博上只有寥寥四字 或战 或退 一骑即时出城之时 恰好有一人缓缓走入正南城门 汉邪宝马竟是直接从此人身躯中一穿而过 既没有人仰马翻的画面 也没有血肉模糊的场景 骑士继续南下 送去十万伙计的秘址 那位泰安城访客依旧安然无恙地入城 甚至没有寻成假释擒拿此人 所有南门附近的假释百姓都对他视而不见 他入城之后 一路来到下马威驿馆 在一颗龙爪淮下驻足 看到有十四名佩刀男子 依次走出这座专供徐家将士使用的驻京驿馆 纷纷上马 前往皇城 龙爪淮下的年轻男子跟随其后 如仙人御风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看他一眼 但他认识他们 或者说猜得出他们的各自身份 骑队里的围首老人 叫冯领 出身辽东草莽 徐骁徽下 议员步军猛将 甲子高龄 前年靠着十打十军功 在京城当上了正三品高官 要知道 去年初下徐骁立下灭国之功 也不过从二品的品质 后一骑是辽西马贼出身的朱长福 与古营创建者 重伤未愈 暂时在京城伤病 没能跟随徐家铁骑南下 接下来是翔将张都坚 最终在莲子营雕桶的位置上退下来 秦云 先登营老族 一辈子只当过屋长这么个大官 赵凤阳 冀州人士 是徐家军里资格最老的赤后 后背挨过一根毒箭后 每逢阴雨天气就犯病 痛入骨髓 只好退出航武 宋开卷 绰号摇头秀才 读过几天书 语言言谈时喜欢摇头晃脑 温州州说话 曾经是辽西一股匪扣的狗头军师 结果撞到当时还是校尉的徐霄 矛头刀尖上去 给一锅端 送开卷因祸得福 由匪变兵 上了年纪后 愈发骑不动马 就在泰安城里开了家酒楼 只要是徐家铁骑的袍泽 酒肉管购饭菜管饱 所以这些年一直做着赔本买卖 也没见老酸儒 就如何心疼了 总给自家婆娘子女不断念叨 等等 总计十四人 都是一次刺枪临剑雨中 侥幸不死 本该在京城安度晚年的老人 此时此刻的天下大势 是被后世史家称作 北汉冬月的两个北方政权 相继覆灭 期间徐霄先是逼死北汉 有大汉神木美誉的凡大将军 势如破竹 率军攻破皇宫 一路策马踏入金鸾殿 另一路南征军 卢生相以千骑血液下卢舟 一举打开冬月门户 顾剑堂几乎兵不血刃 就轻松拿下半国之地 黎阳肇事的卧榻之策 已无外人酣睡 随后赵家天子 站在徐顾 两位正直轻壮的功勋将领一边 力排众议 执意要跟兵甲雄壮 不输黎阳的大楚 来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决战 但是锦合一役 非子坟死战 接连数场大战 之前战士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的 黎阳兵马 开始接连受挫 一直等到锡磊壮两军对峙 双方谁都不敢自称稳操胜券 何况大楚有一位号称 百战百胜的兵圣叶白魁 亲自压阵 黎阳朝廷开始人心浮动 随着徐项岸兵不动多时 京城里的流言蜚语铺天盖地 更有数分分量极重的隐蔽谍报传入皇宫 言之凿凿 大楚皇帝亲笔加洗密信 就搁在徐项军营的书桌上 要与黎阳庙堂内 饱受委屈的徐项 华江而至 共治天下 朝廷里主张 先下大楚 再吃天下的主战派 人数本就不多 两军对垒西磊壁 胜负难料 数则输掉好不容易打下的整座北方江山 就连被朝廷寄予厚望的顾建堂 都开始选择闭口不言 放缓了南下速度 如此一来 黎阳朝廷再无一人愿意为徐项出头说话 徐项以往种种僭越举动都被罗列出来 满朝文武都苦劝皇帝 务必火速召回黎阳 一口气囤于西磊壁的三十万大军 否则徐项一旦心怀不成之心 莫说跟大楚争夺天下 恐怕连黎阳的家底都要给掀翻了 老人逢领高坐马背 视野中的皇城大门越来越高大 奇数贤熟 这些年虽说是在泰安城养老 但一直没落下 老人歪头朝玉街 狠狠吐了口唾沫 伸出拇指 习惯性抹了抹嘴角 难难道 你们这帮王八蛋 个个在皇帝面前要死要活 不是屁麻带笑 就是让人抬着棺材 还有在金兰殿上 假装要撞凉的 结果呢 你娘的 到头来一个都没死 老子就让你们软蛋知道 徐家铁骑是怎么个活法 怎么个死法 十四骑来到皇城门外 冯领一骑居中停马 其余十三骑一线排开 然后十四人同时翻身下马 不约而同松开缰绳 摸了摸马脖子 张都尖咧咧嘴 转头看着宋开卷 摇头秀赛 咱们都是曹老爷们 说不来话 就你老小子读过书 要不你来 宋开卷白眼道 换嗓门大的 一手创立先登荫的 秦云轻声道 干他娘 真想有机会 带着兄弟们 爬上那儿的城门 插上咱们的徐家旗 赵凤阳笑骂道 狗日的 你要这么干 这不做实了那些 咱们要造反的谣言吗 闭上你那张 吐不出象牙的歪嘴 冯领摸了摸腰间刀柄 轻声道 嗓门大小都没用 那帮官老爷就算听见 也只当没听见的 宋开卷就算同意别人 也会下意识摇头 微笑道 老宋我这辈子 只会出些馊主意 没怎么上战场打仗 就更别提冲锋陷阵了 要不今天让老宋走第一个 一直瞧不起 宋开卷的老族蒋胜 伸出大拇指 则则笑道 宋秀才 你一辈子窝囊怕死 这回够爷们 以前蒋胜骂了你很多次 今儿心服口服 说你一句好 再给你赔个不是 朱长福轻声笑道 晚啦晚啦 到了地底下 老宋才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环石左右两边的老兄弟 沉声道 宋开卷先行一步 与此同时 冯领怒喝道 抽刀 十四柄徐家刀 十四条命 慷慨赴死 年轻人就像一只 既不在阳间 又不在阴间的孤魂野鬼 只能安静站着十四人身后 眼睁睁看着他们同时 抽刀胳膊自尽 又几乎同时往后倒去 他走到冯领身边 蹲下身 缓缓伸出手 似乎是想帮死不明目的老人 关内时不宜静 名装暗哨无数 关外更有黎阳近千金旗 终日游业 看似是严密保护关内的 一大帮天皇贵咒们 可关内关外都心知肚明 哪怕是那些年纪都不大的志同和少年 都清楚 他们是昭不保夕的可怜质子 他们是死是活 取决于父辈 是否获得那名坐在 泰安成龙以上老人的信任 日后半个字 都不见于史书的丹同关 关押着许多 将来影响王朝格局的 皇亲国妻和金之玉叶 赵英的独子 有未来的燕赤王世子赵主 有大将军顾建堂的长子和女儿 等等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关外的亲人 无一例外 都是坚定的主战派 并且足以决定一师一帝 甚至是一朝一国的局势 但是这些人的重中之重 无疑是那位女子剑仙 无家剑种的当代剑冠无数 若非是她的存在 丹同关根本不需要 如此行尸动众的重兵把守 这个夜晚 一名小起儿熟门熟路地 奔跑在阴暗小巷中 始终紧贴着墙根阴影中 到了一栋院子外墙 轻轻扒开一堆 早已松动的砖头 露出狗洞大小的窟窿 小起儿悄悄钻进去后 顺手捡起三颗小石子 毛腰前行到一扇窗下 丢了两颗到窗纸上 才丢出第三颗 就听到一声沉闷的痴痛声 然后一道身影翻窗落下 小起儿无奈道 小年 咱们不是约好了三颗后 才开窗吗 挨了一狮子的同伴 是个比小起儿 还要年幼的志童 眉清目秀 有着不常见的北人男相 轻轻对小起儿瞪眼 低声道 死脑筋 就你还想跟我娘亲学见 小起儿乃言一笑 然后抓住同伴的袖子 满脸焦急说道 我老师今晚就要带我离开这里 你走不走 要走咱们哥俩一起跑 小小年纪便很有书卷气的孩子摇头道 我娘说了 不是不能走 是不能走 小起儿听得一阵头大 都啥时候还跟我打雅尼 就你读书多 你就说到底走不走 我可是求了老师大半夜才求来的机会 错过了这次 咱们以后可能就真的再见不着面了 说到这里 小起儿有些红了眼睛 另外一个孩子咧嘴一笑 我真不走 书上说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但是你放心 书上也说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小起儿火急火燎地去挠自己的脑袋 显然给这个小年彻底弄迷糊了 小年嘿嘿笑道 你还有老师 是老起儿吗 小起儿赶紧摇头道 当然不是 是个学问很大很大的读书人 小年悄悄坏笑道 很大是多大 有隔壁街上燕子姐姐的胸脯那么大吗 小起儿无奈道 小年 真不走 我可真不管你了啊 我要是再不回去 师父就要急死了 小孩子嗡了一声 让小起儿等会儿 翻窗回屋 很快就又翻窗而出 熟练至极 塞给小起儿一只袋子 摸了摸小起儿的脑袋 老气横秋说道 本来说好了以后 咱们一起上阵杀敌 你力气大 管冲在前头 我读书十字多些 就帮你出谋划策 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这袋子前里拿着 出门在外 一闻钱难死英雄汉 嘿 你不是 总缠嘴及腿吗 记得到了安全的地方 买两只 就算我也吃了 小起儿小心翼翼放好袋子 抬起手臂擦了擦眼睛 正要开口说出 那个爹让他在关内 对谁都不能说的秘密 小年已经推了他一把 赶紧走啊 愣着干什么 等你走后 我就去喊娘亲到院子里练剑 大概能帮到你一点 小起儿哽咽乌业起来 小年 你千万别死啊 以后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我这辈子 就只认你一个兄弟的 那个志同的年龄 比小起儿要小好几岁 却似乎远比小起儿老到成熟 反而在安慰他 你才多大 就一辈子一辈子的 走你的 史书上那些成大使者 连老子媳妇儿子 都能说丢就丢 哪像你这么婆婆妈妈 小起儿重重点了点头 又毛腰反身离去 在狗洞那边的阴影中 朝小年挥了挥手 小年摆了摆手 等小起儿走了以后 一直像是很无所谓的乐观孩子 蹲坐在墙角跟下 抱起双膝 偷偷抽了抽鼻子 突然脑袋上被轻轻拍了一下 吓了一跳的孩子赶紧转头 结果看到 杨青那张温暖的笑脸 赶忙擦去眼泪 轻声道 杨 别跟爹说我哭了呀 一容无双的女子 将儿子踢坐在窗口上 柔声笑道 小年 要记住 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是只因为到伤心处 真伤心的时候 想哭就哭 别憋在心里 志同呕了一声 女子笑道 去 拿剑侠 孩子却约到 娘亲答应了 好脸 我这就去 孩子跳下窗台 去搬动那只 差不多跟他人一样高的紫檀剑侠 女子来到院中 回眸一笑 看到了儿子 很吃力地扛来那只剑侠 他接过剑侠 孩子就转身小跑 坐在台阶上 拖着腮帮 目不转睛凝视着娘亲 爹可是亲口说过的 娘能打趴下一百个踏呢 女子树立起紫檀剑侠 一手按在剑侠上端 她没有立即驾驭 那柄天下文明的大梁龙雀出剑侠 可名剑虽藏在侠 那份剑侍 已是气冲牛斗 丹童关内 一连串尖锐鸣鸣笛 骤然响起 女子覆手而立 剑侠微颤 一缕缕紫色剑气 不断渗出剑侠 映照着整座院落 都仔气盎然 可让丹童关上上下下 都如临大敌的那柄大梁龙雀 江湖高手都早已击飞狗跳 人人提心吊胆 好在那名女子剑仙 不知为何改变了 初剑破关的初衷 这让丹童关如释重负 说实话 他们对这位吴家剑种 走出的女子 是三分警惕 三分畏惧 四分敬重 很不希望跟她正面对敌 院中娘俩相视会心一笑 孩子扛回剑侠放好 然后出屋子 跟娘亲一起坐在台阶上 看着满天繁星 而一个看似近在咫尺 实则远在天边的年轻人 就坐在不远处陪着他们 孩子把脑袋 搁在娘亲的膝盖上 好奇问道 娘 大姐说人死了以后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二姐说不会 那到底会不会啊 女子摸着孩子的脑袋 微笑道 不知道啊 孩子叹了口气 我要是能快些长大就好了 女子摇头笑道 不长大才好 孩子站起身 把手放在比脑袋更高的地方 笑道 娘 你信不信我明天一觉醒来 就有这么高了 女子笑着没有说话 孩子抬着手蹦跳了几下 后天就有这么高 女子站起身 站在孩子面前 抬起手 手的位置比他自己还要高些 然后低头柔声道 小年 慢慢长大 不要急 迟早有一天 你会这么高的 然后 他抬起头 望着那个高度 笑了笑 小年的身后 恰好在女子比划的 那个高度 初翘神又于春秋中的徐凤年 泪流满面 望着他 轻轻喊道 娘 第零二七章 无声离 为死别 两军对峙西磊 才熬过该死的梅雨季节 泥泥地面坚硬 一道出自泰安城的圣旨 不知如何被公之于众 广泛散步 宛如一声下雷 漠然乍响在大地之上 使得人心摇动 离杨学校之前 好不容易用大半徐家铁 其经锐音下锦和一役 拼光了大楚号称 天下无敌的大己事 正直气势如虹 只差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西磊壁上一锤定音 然后圣旨一出 功亏一篑 对大楚形成的包围卷本 一场军事 转瞬间就变成微如泪卵 东北防线上好 毕竟顾建堂已经灭掉冬月 不费吹灰之力 绝大多数顾部精锐犹在 哪怕没有按约南下 侧音徐萧大军 毕竟对大楚而言 仍是一柄悬于头顶的刀锋 可是南征途中 从头到尾 一直规避正面战场的 大将军赵波当 即便警示 负责构建西北防线 这么轻松的担子 作为屈之可数 有着皇室宗卿背景的高官将领 竟然在关键时刻撂挑子 一口气后撤了 整整六百里 似乎打定主意 要隔岸关火 这无疑是把锦和一役的 巨大战果 双手奉送出去 赵波当比起南边 西磊B战场上 担惊节律的徐萧 显然要更早接触到圣旨 所以 当他的大军连夜火速 退至非子坟六百里 开外的延山关之时 明眼人都清楚 真正意义上的两国定顶之战 已经提前浮出水面 当时兵力还占据优势的大楚 只要重新夺回非子坟沿线 就可以用不影响 西磊B战局的兵力 去获得更大的战略纵身 只要兵力烈士的徐萧 胆敢奋兵非子坟 兵胜夜白魁 完全可以率先在 西磊B战场上 吹响号角 从无败继的夜白魁 怎会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视而不见 大楚之所以沦落到当前的困局 就在于 徐萧打了一连串 近乎孤注一掷的速战速决 鸣声不显的义子楚路山 正是在这些战役中 脱颖而出 正是这个擅长杀敌 一千自损八百的楚胖子 用一种蛮横无理的毒辣手腕 把大楚北军给打猛了 这才帮助沉执暴力 清了北线全部外围 最终造就了锦河大劫 迫使大楚不得不归缩屯兵夕累币 以至于空有人和 却丢了地利 夜白魁身为大楚的定海神针 被誉为 义人可当义国的兵法大家 在此时做出了一个 为后世史学争论不休的决定 他放弃了初出茅庐 就展露出惊艳军事才华的曹长青 而是选择资历深重 军功卓著 同时性格稳重的 心腹大将蒙古 派遣此人率领一只精锐兵马 奔赴飞子坟 与之争锋相对 徐家俊在不得不出兵之前 有一场局限于小范围的激烈争执 一向配合默契的两大军师 赵长林李一山之间 而且赵家皇帝又下旨不战则退 那么以大将军为统帅的三十万大军 就退给黎阳看一看 大可以光明正大退至妃子坟 甚至可以退到赵波当驻扎的 顺势吃掉这只兵马 再让顾建堂也俯首听命 解决掉后顾之忧 再来跟大楚跟叶白魁决意死战 而李一山则认为 这一退 就是让仅剩下半口气的大楚 缓回了一口大气 因此 李一山建议果断奋兵 但同时绝对不可多分 两万是极限数目 一直温文尔雅的赵长林 怒不可遏 直斥李一山二戏 叶白魁明摆着比大将军 更早获知圣旨 和赵波当的撤军 大楚从本就拥挤不堪的 系列毕东边 分割出去四五万人 不会伤筋动骨 但是大将军这边的两万人 既有损于大将军 在两军对垒中的胜算 又是杯水车星的昏会举措 更无异于去妃子坟 白白送死 气氛凝重的军杖之中 挂有一张大楚形式地图 被诸笔探笔圈出一条 调向真弓手的红黑双色 桌上用以精准计时的 行军箭漏 则在缓缓滴水 帐内 站着三十几岁 就已经可以关系 天下归属的徐骁 一直在大帐内 运筹帷幄幄的赵长林 和李一山 紧急召唤入账的三位义子 陈志豹 原左宗于楚禄山 还有一批不齐两军的功勋统领 有跟姐姐 一起来自吴家建种的 见识吴启 他算是陈志豹的半个兵学师傅 还有在齐军中 声望不输大将军 小舅子吴启的徐骗 是徐家军中 颇为罕见的儒匠 有将军中鸿武 还有新德绰号 步步成瘾的步军 新锐燕文鸾 以及流言继位 铁山诸位将领 可以说帐内 这十几号人 要是被成功刺杀 只需要死一半 整个天下 就会是大楚的囊中之物 徐凤年转过身 望着这一张张 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正是他们为徐骁 打下了江山 他们都没有看到 一个年轻人 站在地图下 手指沿着那些条 红黑形军路线 轻轻抹过 武当莲花封顶 一心两用梦春秋 三人各自入春秋 看春秋 其中这个他 出现在惨烈的 锦合意义中 然后一路跟随到了 西磊壁 只是在他眼中 春秋中的人和物 颜色只分黑白 他的喜怒哀乐 不会丝毫影响 春秋的局中人 此时 钟鸿武还为一手掌权 北梁骑军 在他之前 悠悠无起徐谱两座大山 燕文鸾已经瞎了一眼 但在大仗之内属 他是最是新人新面孔 楚如山比起以后的鹿球 似乎要轻受几十斤 力气十足 不像十几年后的那般 时时挂着谄媚笑脸 成名已久的白雄元左宗 大概是顾不上打理胡须 胡渣子后蜜 愈发阴气勃勃 老将洪泽 还没有病死在香繁城外 大将苏衡渠 也没有在西蜀境内阵亡 徐凤年望向 站在徐骁身边的赵长林 看着这名出 申大楚广陵律庭肇事的 谋士侧脸 轻易并且坚毅 赵长林是那种 能够让君王公卿 一眼见到 变心仪的读书人 公打算是家国所在的大楚 赵长林非但 没有任何手下留情 相反徐家铁骑的金略大楚 大多出自他的手笔谋划 赵长林为主 李毅山为辅 两大谋士总能相得一张 徐凤年稍稍偏了偏视线 那个一直心甘情愿 被赵长林遮盖锋芒的寒门谋士 在赵长林咄咄逼人的质问下 神情平静 这时候 师父的面色还很好 极少跟人争执的李毅山 依旧没有当面反驳赵长林 而是走到地图下 伸出手指点在妃子坟 看着帐内众人 说道 叶白魁早已出兵赶赴此处 显而易见 若是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 我会先后派出两只兵马 一只青旗 以便应对我方的驰援 一只行军相对缓慢的重旗 用作后手 西楚国库里头的银子 拨到不计其数 世人皆知 否则咱们大将军 也不会成天念叨着 打赢仗后 一定要去金山银山里 躺着每每睡上一觉 李毅山说到这里 便是赵长林 也脸色和缓几分 徐潇善然咧嘴 其余将领皆是会心一笑 李毅山继续说道 大楚有两块金疙瘩 那十几万大几世 已经被咱们证明 的确是过时的积累 但叶白魁麾下的六万重旗 是否属于累赘 尚待商榷 养重旗自然很烧钱 普通一旗 大带骑马等于养肥 三到四名精锐轻旗的价钱 利弊都很显著 弊处是重马重甲 在战事真正开启之前 行动不便 披甲慢 上马慢 可以说 除了一切妥当后的上马冲锋 什么都慢 而且转身更慢 在一次成功冲锋 杀穿敌方阵型后 仍是不能停 得绕出一个巨大半径来缓冲 才能顺利转身 展开第二次冲锋 在和氏的战场上 被许多轻骑将领讥讽为 只能做一锤子买卖的重旗 其实是当之无愧的战场之王 而地势宽阔 易于冲杀的妃子坟 就是大楚重旗 便于发挥的和氏战场 长陵说 我方奋兵前往 只要没有五万以上的人马 都是送死 李毅山言语急促 显然是不想浪费一寸光阴 但仍是在这里 下意识停顿了一下 才说道 当然是去送死 李毅山迅速做了一个 翻覆手心的手势 继续说道 只要打下大楚 接下来打鼠打唐打南赵 那就是顺水推舟的小事 易如反掌 我们对此都不会怀疑 也正是我们徐家铁骑杖杖打头 战战冲前 才一鼓作气 打到了西磊壁 但如果我们在这个节点选择后退 比起锋芒 接下来不说能否赢过大楚 大将军能否继续掌握兵权 都难说了 我们死了很多人 接下来照样要死人 但是 这时候在妃子坟少死两万人 我们之前死的所有徐家炮则 都将白死 李毅山不去看赵长林 只是盯着徐骁 陈生道 恳请大将军 让一人领两万亲戚去死 从各处战场巡视中 风尘仆仆赶来大仗的陈之暴平弹道 义父 不用两万人 给我一万五千骑 但是我要体力最好的战马 最好的长矛 最好的公母 我去手下妃子坟 赵长林盯着这个极为器重的年轻将领 袁左宗伸出手掌 摸了摸下八壶渣子 笑道 织暴还要摸清各方军武的校尉 用兵本事和习惯 才能做到最后一场大战的如臂食指 毕竟还有那么多外星兵马 和众多降将 拖延不得 还是我这个大闲人 去妃子坟吧 楚禄山突然黑黑笑道 这种大家一起死光光的死账 袁白熊你 有我熟人 跟我抢 你也不害骚 李毅山平淡道 妃子坟这场账 叶白魁有先后手 咱们也得分做两波 算是先后赴死 前者死得要慢 越慢越好 最好是好光大楚的所有轻骑 甚至务必要让大楚重骑 进行过一轮冲锋 左宗擅长保存实力的骑战 袁左宗点了点头 楚禄山瞪眼道 那后边的兵马 总该是我的了吧 李毅山摇头道 要是求一个两败俱伤 你去无妨 可那样的话 大楚归根结底还是赢了 叶白魁可以源源不断派兵前往飞子坟 那里就成了一场 对我方很不利的消耗战 除了消耗大将军的实力 更消耗太安城的耐心 可惜任何一点 我们都输不起 陈志豹笑道 我去好了 一万五千骑给左宗 我只要后续的五千骑 只要左宗拖到大楚重骑投入战场 我就能保证吃光他们 让叶白魁再不敢用一兵一卒 染指飞子坟 赵长林担忧道 要是此时叶白魁突然展开决战 主帅徐骁 轻轻拍了拍这名有滴水不漏 算无一策美誉的谋士的尖头 爽朗笑道 谍报上不是说 那个大麻烦曹长青还待在南边吗 叶白魁竟然没用此人 说明多半不敢过早决战 何况这会儿还是他占优的 他一个大处主心骨的大人物 没必要跟咱们这帮光脚的穷光弹好赌 风流倜傥的赵长林 嘴角泛起苦笑 但终于不再坚持己见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可是这一次 两万轻奇的悄然长途奔袭 除了携带少数粮草 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 为了掩人耳目 陈之暴甚至特意 策马前往西磊壁前沿战场 白马长枪一起独行 大楚前军都可以清楚看到 此人的风采 袁左宗领一万五千骑 率先赶往妃子坟 路线是先北在东 上马之前 李一山走上前 嘴唇微颤 却没有说话 袁左宗猛然抱拳拱手 眼神清澈 神色坚毅 亦是没有说话 徐霄走上前 轻声道 左宗啊 义父不会说什么好话 就说一句 就算死了 好歹争取留个全尸 以后入关的时候 义父也好帮你穿上 一双青手缝的布鞋 袁左宗听着丧气话 却没有半点愤懑 洒然笑道 不用 留着给小年穿就行 就当左宗给他的礼物 这么多年 也没送过他什么物件 心里头总过意不去 徐霄回首道 去吧 一万五千亲戚在深夜中 悄然离开西磊壁 徐霄站在原地 左边是赵长林 后边是李一山 恰似大将军徐霄的左膀右臂 楚露山蹲在义父前头生闷气 拔起一根侥幸 没被马蹄踩烂的野草 连草带泥嚼着 徐霄在这名义子身边蹲下 抬手拍了拍楚露山的脑袋 笑着说道 只要这回能吃掉大楚 由你做开鼠先锋 义父本来已经许诺给左宗 他要是死了 刚好你来算上他那份 在徐家军中抢军功 比谁都翻脸不认人的死胖子 破天荒没有半点高兴 搭搭着肥头大耳 徐家铁骑 一拨拨老人走新人来 可自打追随徐霄处两辽起 打到了这座西磊币 就没有生离 唯有死别 徐凤年蹲在徐霄身边 很想告诉楚露山 河辈还未鱼里的徐霄一声 袁左宗不会死 西磊币一战更不会输 但是之后 等到封王猎徒北梁打北莽 就开始生离见多 死别见少 直到他徐凤年扛起徐家王旗 又一次直面北莽百万空闲之事 曾是狼奔使徒的楚岳堂 县市狗屠驴饭的奴贼道 巍巍春秋 只欲下个伤春悲秋 孝哉悲哉 传闻神舟路程的罪魁祸首黄龙氏 在青眼瞧见市紫北奔的 一一幕幕凄凉场景后 只是捧腹大笑 做了数支幸灾乐祸的曲子 以供后人哼唱 自称 不但武林要感激于他的颠倒气域 文坛更改如此 因为国家不信施加信 春秋这盘竹路大旗收官时的 世子北奔 李扬正史上 只记载有一次永辉北渡 加冕以一段段华美词早 不令称赞 赞以八姓一冠过广陵 但在北蒙史书上 则有两次 除了笔墨简略的永辉北渡 更多书写的 是在徐霄 就翻北梁之前的第二次北渡 这一次 对李扬朝廷彻底失望的中原世子名流 开始疯狂涌入北蒙如今的南朝境内 如今占据南朝高位的所谓豪法 绝大多数是此时 如丧家犬般仓皇北窜的高门大帝 这些大族当时不遗余力 在泰安城暗中运作 希望让性情相对温和的顾建堂 封王北梁 而不是那个姓徐的刽子手 他们坚信 两人之中 谁能封一姓王 会决定着 黎阳接下来的国策是严密 还是宽大的风向 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那个瘸子 要以藩王身份 而非普通的封疆大吏 亲自坐镇帝国西北门户 如此一来 他们就希望赶在大门完全关上之前 恕挪死人挪活 为家族子弟 在黎阳朝廷接下来的秋后算账中 留下几根香火 哪怕是背负着 依附北蛮子苟延残喘的骂名 也在所不惜 对于他们这些 动辄四世三宫的庞然大物而言 异国更换姓氏 从来不是什么灭顶之灾 故而国王是小 家婆是大 一座座名门望族 丢了老树根 不说其他 仅是那些几百年下来 代代珍惜如命的族仆祖徒 在北上逃亡途中散落满地 春雨绵绵 一个年轻人蹲在路旁 他剪不起翻不开那些珍贵图谱 就只能看着 当下正摊开着的一页族谱 转谱之人显然是位书法宗师 字迹飘逸而不识风骨 这页谱蝶所写文字 字字诛迹 寥寥几笔 就能写出某一位 家族的功绩全貌 然后 一只扛有四只金漆箱子的皮类骡子 就踏着蹄子一踩而过 一脚踩烂了整本蝴蝶 身陷泥泞 自己趋于模糊 年轻人站起身 眼中是一条看不到镜头的人流 一族跟一族 一姓接一姓 共同由南向北奔走 轻轻收回视线 看到那匹骡子所扛的一只箱子 在绳断后轰然坠地 见起许多泥泞 赶罗人全然视而不见 只是狠狠一鞭子 打在骡子身上 不是心疼那只箱子里 数代人重金购置的孤本古籍 而是恼火骡子的蹄子 太过缓慢 这只骏马骡子 夹杂而走的荒万车队过后 后边的车队 就要井然有序许多 并无罗驴这些低贱畜生 竟是在北地逃亡途中 极有华而不实之嫌的高头大马 车队也尤为绵长 约某能不下四百人 乘车乘马之人 不论老又轻壮 都不像前后车队那般 惶惶不可终日 甚至其中几辆车子的 马腹身后帘子以外的位置上 簇拥着许多 依经为春雨略微打湿的白衣志童 男女皆有 无需手捧书籍 莫送辞章 郎郎上口 一名足熟焦书先生模样的老人 坐在志童之中 闭目凝神 偶尔才会跟随学生们一起出生 梦而游春秋的徐凤年 没有跟随这只车队前行 驻足原地 一直从女目贞洁 男校财良 听到坚持哑操 好觉自迷 最后到高官陪念 驱骨阵阴 读书生才渐渐消散于耳 一直不出生的年迈娇书先生 在这期间只高声诵读一次 而且无法掩饰老人的眼眶湿润 节意连退 颠沛匪亏 徐凤年心想 他们不是什么后世史书上 人人唾弃的北奔丧家犬 他们大概才算真正的北渡医官 而他们 应该有朝一日返乡祭祖 但是那位娇书先生 则肯定有生之日 见不着家乡的杨柳依依 青台流营 人流之中 突兀走出一名 本就无依无靠的老儒生 就那么盯着徐凤年 想必在附近的杨坚活人眼中 对老儒的痴呆作态 也早以习以为常 一路北行 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老人病死 气死 头水而死 头顶春雨的老儒生 碾须笑道 总算见着这个你了 你早就算到了 徐凤年习惯性张口 虽然哑然无声 但这个日后 会馈赠一只包子的老儒生 既然看得见他 更应该看得见他说话 在旁人看来 就是在疯疯癫癫 自言自语的老儒生 点头一笑 平道说过 哦不对 是将来有一天 会在倒马关内对你说 平道原青山 此生不算天地 只算人 赵熙团授予你弟弟 徐龙象的大梦春秋 是一条漫长的夜路 而那只包子 算是指路的灯笼 原青山微笑道 两朝灭佛 唯独北梁城新清佛 你既然愿意扛起重担 那么就该你得到 刘松涛的那份气数 由此搭起了灯笼骨架 因此龙树僧人的那碗血 也该点亮龙中灯心了 可惜啊 平道到底还是没能 亲眼见过另外两个你 徐凤年问道 你不担心北莽被黎阳覆灭 袁青山摇头淡然道 王朝可兴衰 好气虚长存 徐凤年抬头望着灰蒙蒙天空 轻声道 这个我 已经亲眼见识过 齐玄珍作展摩台斩天摩 李纯刚青山仗剑入西蜀 剑气滚龙壁 西蜀剑皇替天子 一剑守国门 直至剑毁人亡 为马蹄剑踏成肉泥 邓太阿启驴拎之入江湖 相反守将王明阳 在城破之后自吻 捧一旧灌而死 灌中堆有气而枯骨 曾以此灌作烹剧 见过了许许多多人士 可一直觉得 没能找到该找之物 袁青山说天机却不说透 一心二用三人梦春秋入春秋 各有所寻 不外乎如是道三角根枝 后两者与你天然相亲 其实不用你找 就已找到你 水到渠成而已 只欠其余两人回神 你不用太过担忧 至于儒家的好气 你要刻意寻找的话 多半是找不到了 就算你去找齐带照的 曹德义大官子的曹青衣 找黄门狼的张巨鹿 张首府的碧眼 恐怕找遍了春秋 都只会徒劳无功 徐凤年叹了口气 那如何去挡路 袁青山闭目掐指 睁眼后缓缓说道 平道毕竟不是真的神仙 飞升之前 注定算不准身后事 不过此时此地 平道不管如何竭力推算 你都拦不住王先知 徐凤年没有任何焦躁不安 袁青山又凝视着 脸色阴晴不定 齐了怪哉 为何越算你越是必死之局 既然是如此 为何我以后会跟你用包子换铜钱 如生装束的北莽国师陷入沉思 许久后抬头道 这兴许便是天道露衣 平道也算不准一些人一些事 平道也不能与你言谈过多 这就要护送这些世子进入北莽 徐凤年 你好自为之 徐凤年点了点头 徐凤年一直停在原地 给泥泥路上的车队垫底 这才跟在后头 在日后的幽州边境 目送他们继续向北远去 然后 徐凤年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 他进入这座黑白春秋后 有过许多次闭幕 总是一睁一闭之间即一梦 永远猜想不到 下一次睁眼会出现在何时何地 更不知道 又会见到哪些人 之后数度睁眼闭眼 徐凤年见到了 青凉山王府搭建的整个过程 也知晓了 为何羊皮球老头 会在此被大庭镇压 原来这里正是丰都的遗址 是同为四大宗师之一 丰都绿袍的家乡 后人都以为当时最隐秘的帮派 丰都必然是鬼气森森的地下之城 不曾想到 那名女子宗师会 选择一处青山绿湖之盼 取名为丰都 也许仅是在说新死之人 栖息于新死之地 也许没什么缘由 就是女子钟情于大漠黄沙之中的 这颗绿珠子 喜欢跟他衣裳的相同颜色而已 独避无间的老人 一人占山 便拒退了新凉王徐霄的数百惊旗 后来是徐霄数次独自一人提酒上山 皆是在贫苦北梁之地千金难买的中原好酒 就都坐在老人身边 说着一些平时不可言说的心里话 好几次都喝得鸣鼎大醉 彻底醉倒在老人身边 依旧醉话连篇 都是给李一山搀扶下山 终于有一天 杨皮球老人 接过了徐霄手里的一壶新酒 破天荒开口询问堂堂北梁王此酒如何 徐霄直言不会说这没名字的烈酒 比起以往的好酒 口味差得远了 但价钱便宜 喝着痛快不说 更是很能醉人 这酒足够 老人喝了一口 说这酒其实叫绿椅 以前有人劝酒 他也是嫌弃此酒的烈恋 二姐后来作诗 绿椅酒第一次被北梁以外熟知 得以风靡黎阳朝野上下 应该是来源于此 之后闭眼覆睁眼 期间看到了头回进入清凉山梧桐院的两个女孩 一个她当时还叫着红社 青鸟还是青鸟 但多了个姓氏 王 王青鸟 只是那会儿两个女孩的性情与日后截然不同 红社带着浓重的北蟒气息 眼神冷冽如刀子 见着谁都心怀敌意 哪怕是那个需要她侍奉的小主人 北梁世子殿下徐凤年 也不例外 青鸟则截然相反 她父亲是四大宗师中 最年轻亦是死得最晚的枪仙 王秀晚年得女 尤为宠溺 她的初次入府登山 并非以婢女身份现世 而是作为小贵客 当时尚未改姓的王秀师弟刘衍兵 带着少女进入王府 只是为与少年徐凤年相见 后来发生了陈之暴 大逆不到逝世的巨大变故 刘衍兵曾经单枪匹马 挑衅有五百七护驾的北梁王 直到最后 被剑九皇用了八剑才堪堪拦下 对江湖武夫 向来很不客气的徐霄 竟是任由这名武道天才离去 许他三次报仇机会 三次用完之后 刘衍兵既没有杀掉徐霄 也没能杀掉在边境上 如日中天的陈之暴 他跟后来已经做了几年 马夫的剑九皇部打不相识 相约喝酒 刘衍兵才知道 本命皇正徒的缺门崖老剑客 原来是西蜀剑皇的师弟 岂先是跑来北梁报仇 后来也是很多次杀着杀着 就没了那份恨意 刘衍兵随口说了一句 君臣死国门 剑客死江湖 西蜀剑皇 两者都死得其所 老黄笑着回了一句 是这个道理 不过俺可说不出来这种话 老黄还说他挺喜欢那个小殿下的 不会嫌弃自己一身马骚位 看人的时候 的确是在看人 不像以往走江湖瞧见的 许多毫发王孙 看门当户对的家伙 才算看人 看其他人都是看狗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小子只要去马就牵马 都会偷偷给他这马夫 带来一壶酒 看着自己喝就很开心 老黄说 这孩子总念叨着江湖好玩 老马夫就说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带他去真正的市井江湖 走一走看一看 这个孩子一定会失望的 说到这里 缺门崖的老黄笑得合不拢嘴 不小心从嘴里露出许多黄酒 没过多久 青鸟就丢了那个信使不用 而刘衍兵也改姓徐 当了老梁王的亲卫护从 不知为何 这个徐凤年知道了 自己是最后一次 睁眼神又于春秋 他站在一名小姑娘的 果实草席附近 只能看着他 被人嘲讽和殴打 然后他看到了年轻世子殿下 及年轻自己的仙衣木马 第零二九章 书上之人 当死则死 车上坐着当时城内 身价最高的余美花魁 见一面就需要五百两银子 做敲门砖 哪怕他是北梁王的儿子 只是从他嘴里 听一些江湖趣闻 也得一样付钱 徐凤年虽然看书 可以过目不忘 但依旧对眼下这份场景 很记忆模糊 所以他未来 哪怕多次从小姑娘手里 接过酱牛肉 哪怕后来被一名少女 刺客追杀 也没有认出他 会是当年那个 自己随手 赠送出一根猪钗的小孩子 乱世人命见如草 碎碎有容枯 谁会留心 自己在年少时 一份本就是漫不经心的善举 那时候的世子殿下 更多想着 如何提防府上府外的刺杀 想着如何才可以练武报仇 想着如何应对 师父李一山的繁重课业 有太多太多事情 都忙不过来 如果说许多豪祖子弟 还能有些闲情意志 哪怕少年不知仇滋味 还可以为父心词强说仇 那么他的整个少年时代 始终是灰蒙蒙物沉沉的印象 既既仇 又懵懂无知 还会不懂世帝 去恼火迁怒于徐骁空 有北梁王跟大祝国的两大头衔 却毫不作为不肯报仇 所以 连徐骁这个有三十万铁骑的藩王 都报不了仇 就算他世袭网题成了北梁王 又能如何 少年更多是想着习武 练刀 成为一名绝顶高手 然后去泰安城 找那个做龙翼的皇帝 徐凤年来到一座新坟坟头 在暗中护送小姑娘的徐家护从离去之后 看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位中年男子 黄三甲 春秋三大魔头之首的黄龙氏 游历北梁安直长县碟子的男子 这段时 日本就一直在仔细观察那个少年殿下 她出现在跪在坟前不起身的小丫头身边 蹲下身 捏起一块黄泥 很快熟能生巧地捏出一尊小泥素 递给小丫头 问道 像不像 小姑娘猛然听到声音 没有接过泥人 而是跪着后遗几步 眼神冰凉 她双指捏住泥人 抬了抬手臂 继续问道 像不像 破草鞋烂薄衣 双手双脚都长满 裂开剑骨洞窗的小姑娘 呆滞了一下 瞪大眼睛看着那只泥人 一把抢过 小心翼翼双手抱在怀里 终于嚎啕大哭 中年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柔声笑道 你也像你娘亲 但你 像我女儿 很高兴遇见你 这比我在这个春秋 找到任何书上之人 都要开心 小女孩只顾着撕心裂肺哭泣 她不在意 眼神异常温柔 就像一个激进绝望的父亲 在万里之外的他乡 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闺女 继续说道 我叫黄龙氏 在这里独占了春秋三甲 你以后就叫甲家甲好了 你生在春秋 就当跟春秋十三甲同姓 但是 跟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她 同名 小女孩止住了哭泣 但仍然不敢靠近 这个奇怪的男人 但她知道她应该没有恶意 因为 她打心底不讨厌 黄龙氏坐在坟前泥地中 我以后会教你武功 你要报恩的那个少年 也是舒尚之人 可她会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死掉 郑时也使记载了很多种稀奇古怪的死法 反正都是骂名 最好也是最坏的一种 说她是死在北芒铁蹄之下 死无全尸 我想 以后她如果能死在你手上 就是一种很好的报答了 黄龙氏看着她听不懂太多 却满是悲伤的稚嫩脸庞 心莫然亦软 轻声道 既然藩书之人莫名其妙 来到了书中 并且没有被书页压死 那么以后的事 可能就会说不定了 黄龙氏站起身 笑着向她伸出手 小女孩被她牵着站起身 然后望向远处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田地 正正出神 黄龙氏转头看了眼 那只新土培成的小坟包 叹了口气 不用想也知道 坟会被不尽鬼神的贪财之人 一次又一次刨开 只为拿走那只坠珠金钗 但她没有跟她说这个 小女孩突然跑去那片金黄的向日葵地 舍了两根 一根摆在坟前 然后她想了想 又放下打算扛在肩上的另外一根 放在脚边 她跪在泥地上面向远方 重重磕了三个头 恰好站在小女孩跪拜方位的徐凤年 轻轻侧过身 《蒙学三百千》中的千字文 以气势辉煌的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八字》开篇 其中宇宙又解析为上下四方 古往今来八字 道教老真人赵希团所学的大梦春秋 归根结底 是源于一位先古得道之人的初五本 入无窍 这才是后世天人初窍逍遥游的精髓所在 此时此地的这个徐凤年 抬起头跟那个如今才不惑之年的黄龙石 一起望向远方 小莲花封顶 以往十字出窍神游 都不妨碍外在肉体行走思想的新凉王 如同陷入深睡的半死之人 武当跟剑翅王小平相同辈分的宋之命 陈咒于新锐 这三名老道人 轮流为徐凤年镇守关外 不断有神骏有损落在龟驼背之上 传递来谍报 其中第二份姗姗来迟 因为在那柄桃木剑飞掠上山之后 当时正在守关的宋之命 就等于知道结局了 陈咒和于新锐闻讯赶来 都默不作声 于新锐在师兄弟中除了小师弟红喜相 属他性情罪易自然流露 悲喜分明 老人背靠石规巨足 仰起头 不敢去看那柄玄庭飞剑 比这位此代武当掌教的师父更年老的陈咒 坐在这个师弟身边 轻声道 这算喜丧了 你也别让小王师弟走得不安心 于新锐木然点了点头 说道 掌教师兄走了 小师弟走了 王师弟也走了 宋师兄也说自己快走了 再几年功夫 咱们六个师兄弟 陈咒笑道 可他们走得都没什么遗憾啊 而且你回头想一想 玉府给你带上山了 还有那么多后辈孩子也都上山了 以后还会有一代带新人上山 有些时候看着那些年轻脸孔 连我这么个死板的老古董 都要忍不住想笑 于新锐叹息一声 闷声道 我可没你想得开 陈咒打趣道 你徒弟比你强 于新锐沉声道 他要是敢不接回小师弟 他继续当他的长教 反正我不认他这个徒弟 陈咒气呼呼道 还讲理不讲理了 师兄我可是掌管戒律的 一大把年纪了 还想吃板子 于新锐突然笑了笑 揉了揉脸颊 感慨说道 咱们年轻那会儿 是彭师伯管着山上戒律 我总喜欢跟师伯做对 他老人家气急后 总说有本事当长教 才不来管我 不曾想玉府这孩子 倒是当上了长教 我呀 也算没遗憾了 陈咒忧心忡忡道 这么一个个去栏 不是个事啊 行走江湖时间最长的 于新锐摇头道 没法子的是 历代的天下十大高手 除了新晋那趟劫持高树路 魔头洛阳和断毛邓茂联手过 何曾听说 还有哪两位并肩作战 何况这次邓太阿 是偏向王先知的 而曹长青就算有心插手 但大厨已经复国 也不会离开广陵道 退一步说 就算有人愿意 跟小平联手迎敌 咱们师弟会愿意 再退一步说 真愿意了 恐怕就万万使不出 那最后圆满一剑了 更退一步说 蓝王先知本就不在拖延时间 王先知走的是不慢 但绝对不快 蓝路之人 都是在用自己的办法 去寻找破绽罢了 陈咒无奈道 小师弟要是还在就好了 这种战士 一个人比三十万铁骑都要有用 于新锐想了想 说道 求人不如求己 唯有自己吸服服才来 陈咒不再说话 两人坐在龟陀杯另一面 冷不丁听到师兄宋之命 惊讶出声 两位老人起身去看 终于释然 相视一笑 一个徐凤年回神 但是没有归翘 站在陶木剑附近 被三位武当真人 轻轻做了异衣 在一个月后的明月 当空照封顶 陈咒等到了第二位徐凤年归来 他身前 有一团灵动紫金之气 围着这个徐凤年 悠悠然流转萦绕 徐凤年侧躺在崖畔 单手撑起脑袋 面朝山外 睡春秋 睡春秋 十根高卧望七年 不卧瞻 不盖背 天地做床披明月 轰雷撤电泰山催 万丈海水空里坠 梨龙叫喊鬼神经 我当嫩时正酣睡 一眼对鼻 鼻对声门 心目内观 绵绵呼吸 默默行持 须及进度 真气浮丹池 神水还五妹 忽甲丁 赵百灵 无神出乎九宫 自由轻蔽 梦中观沧海 烟里提阴阳 不知春秋以外 已过多少年 这位忘忧之人 真正是那 高枕无忧 山上已经有三位徐凤年 或坐或躺或站 就差最后一位了 在一个朝霞万丈的清晨 坐着的徐凤年 开始如遭雷击 似乎想竭力醒来 陈昼心中震撼 老人就算不知 梦春秋的玄妙 也该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赵里说 最新一份谍报上说 王先知还在河州 尚未进入北梁道 徐凤年 哪怕预演计算到了什么 最不济 还有徐衍兵 可以抵挡上一阵 新梁王万万 不该如此 急不可耐才对 难道是睡梦神游之中 遇到了什么 不可抵挡的挫折 陈昼不敢言语 只能听天由命 终于 徐凤年睁开眼睛 沉思片刻之后 你难道 不能再等了 暂时只有高速路体魄 而无齐全魂魄的 徐凤年转身 面对陈昼愧就说道 这些年 我欠了武当太多 陈昼深呼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没有真武 何来武当 随后陈昼忍不住 小声问道 为何早早醒来 徐凤年一笑置之 只是摇了摇头 并没有给出答案 徐凤年走向崖内 十几丈 转身后 开始奔跑冲刺 其余两位徐凤年 则让出了一条山巅道路 徐凤年一跃而出莲花峰 撞入云海 坠向山脚 随着如声如大山 撞天中的巨响摇摇传来 就连站在风顶的陈昼 都觉得整座山峰摇晃了一下 陈昼突然有些不安 这可是中响如桑中啊 徐凤年双膝弯曲落地 在山脚砸出一个 树人高的大坑 跃出坑后 继续朝着北梁边境狂奔而去 人活一世 总有一个不用去讲道理的瞬间 会让人生出一个念头 当死则死 第零三零章 来了和该死了 徽山紫衣和武当剑痴 先后拦路王先知 两场大战在江湖上掀起轩然大波 辖口外铁锁城将锁在的这一段广陵江 依旧江水平缓如稀 只是不断有武林中人赶来观看遗迹 既有武林盟主轩辕轻风撞出的观众 更有王老怪的班山 一步拨江湖豪克来的右去 大多惋惜 没能亲眼瞧见王小平临终前的地仙一见 以及那一席灰山紫衣的恶魔身影 无人知晓 在广陵江下游某地 龙虎山无名老道近猴多时 虽然仅是中年人的面貌 总有一股不可言说的默契 肇姓道人蹲在江畔 伸手拦起一盆水 有些感慨 四百年前 高树路曾言一口西进广陵水 原是辟欲一气喝成贯通万法 如今早已面目全非 只是用作讥讽某人一劳永逸 四百年间 褒奖之言 竟然沦为贬低之语 本名早已弃而不用的道人 望着水中的模糊面孔 轻轻吹了口气 掌中浑浊江水涟漪微微 刹那之后 清澈平稳如镜 映照出一抹紫色 人生不过百年 物是人非事是休 只存于天子赵家族谱之上的老人叹息一声 向上抛起手中水镜 双指弯曲 从镜面中撵住那抹紫色衣角 随着道人做出这个动作 广陵大江水面上 有一名女子缓缓浮出 这无疑是指 玄境界中 极为晦涩尖身的一手水中捞月 女子已经不复起先蜷缩 如胎鹰的姿态 盘膝坐江 不过仍然闭目凝神 这段时日 她先是极如沉江石牛 非但没有为江水冲击往下游退去 反而往上游辖口推移 但是随着生出一股腥气萦绕体魄 这才开始随水而下 最终被自甘百年寂寞的老道人 结江捞出 老道人这百年来 除了名声不鲜 所作之士 亦是草舌灰陷 隐于不言 戏入无间 这才是孤隐之道的道之所在 地废山养出恶龙 是用以汲取龙虎山赵氏气韵 滋养龙兴于泰安城的本家赵氏 下马为一管 移植下老槐树 是为了镇压徐家父子的煞气 跟同辈人的天师府老家伙赵宣素对赌 一起换一喜 但是她赵皇朝 在毗陵徽山的龙虎山睫毛隐居 交好于轩辕大盘轩辕进城 这对性情截然相反的父子 看似是妙手偶得之 何尝没有隐情 只是这种点到极致的行径 从来都不会干涉到 她前行百年的大业 就像一种贤情雅致的点缀 像是一位隐士 在院中栽了一株梅 花开是好 不开也无妨 赵皇朝望向在水面上 缓缓站起的年轻女子 年龄渐长 愈发形似 不知为何 一些神似之处 怪刘松涛在最后关头 选择了后者 而不是他 轩辕清风睁开眼睛 对这名看不出深浅的道人 充满戒心 赵皇朝微笑道 你无需如此 大雪平上许多留给你的遗产 例如轩辕大盘 来不及享用的嫁衣子 你父亲专门留给你 用来驾驭下人的宽心丸 都出自平道之手 轩辕清风将信将疑 冷笑道 哦 如此说来 真人该是大雪平的恩人才对 是要我这个做晚辈的 替仙人还债 赵皇朝笑着摇头 何止是不像他 简直是太不像了 当年那女子 看待世人世世 非黑即白 哪来这么多心眼 也对 若还是当年那个懵懂女子 怎么可能硬生生 把自己逼成五谷之人 也就更加做不成 玲珑心窍的灰山主人 和心狠手辣的武林盟主 赵皇朝抬起手 似乎是想要扶去 清晨江上物矮 与气趋于冷淡 说道 平道以往跟灰山两代人交好 是看好轩辕大盘的野心勃勃 轩辕进城的正心诚意 只是他们都没能成事 平道那点可有可无的心血 也就如同富诸东流 并无怨言 轩辕清风问道 那真人找我何事 赵皇朝笑问道 轩辕清风 你想不想重塑金谷 铸造真正的菩萨精身 然后一步跨过天象 要知道 王先知舍弃武帝城 看似是徒弟一个不留 实则是 留了后手在江湖上的 你要想做名副其实的江湖魁首 而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武林盟主 很难绕开平道 你如果觉得 平道是井底之蛙 口气太大 那就换一个说法 平道可以让你在五道一途上走得更快 少走许多弯路 轩辕清风 甚至没有掩饰他的鄙夷神情 赵皇朝修身氧气的时间 已经是凡夫俗子的两世 甚至是三十只长久 自然不会因此动目 平静道 方才平道想到半句话 叫人争一口气 轩辕清风 你既然跻身天象静 可有感悟 轩辕清风虽然极端不信任 这个自命不凡的道人 可没有半点轻视小觑的心思 犹豫了一下 抖了抖袖子 干脆就洗水而坐 几乎同时 赵皇朝也席地而坐 两人平等相识 轩辕清风沉声说道 争一口气 先争几身气数 酝养的是气机 再争天下气域 成就的气势 一切都在渐进之中 然后在某时某地 一蹴而就 如同里鱼游千里 终于越过龙门 赵皇朝面露赞赏 点头道 气数 气机 气域 气势 都在一口气的范畴之内 陆地神仙之下 准确说来是天人之下 无人可以免俗 轩辕清风 你在武道上 虽然走的是一条 三轿中人眼中的旁门左道 却也已登堂入室 轩辕清风冷笑道 真人今日找上我 就是说大道里来了 你我二人相逢 可不是展摩台上 十年一度的福道争辩 赵皇朝仍是心平气和 也不顾作碾虚的高人姿态 双手叠放在膝上 微笑着抛出一句 做笔交易 如何 轩辕清风低头弯腰 伸手入水 另外一手卷起袖口 露出一截可见鲜血清精 唯独不见白骨的透明手腕 赵皇朝朗声笑道 不作无妨 何时想明白了 那时若是平道还未生死盗销 依旧有效 只需来龙虎山喊我一声即可 平道原名赵皇朝 轩辕清风点了点头 漠然无语 赵皇朝站起身 一闪而逝 笑声阵阵传来 国有九破名八王 他年我若为亲帝 待到秋来九月八 扶摇山上摇柜子 此花开后百花沙 轩辕清风流露出凝重的神色 嫁衣子和宽兴丸 都是旧灰山大雪平的秘密遗产 前者是轩辕大盘 用作登天的人肉梯子 否则轩辕清风 就算广沙高手汲取内力 也绝不会有迎战 王仙之时的大天象修为 后者则是一种玄奇古药 防止恩威并济之后 人心犹是反复不可信 这个叫赵皇朝的道人 应该所言非虚 却是古牛大党的旧石 只不过轩辕清风 掌握灰山大权之后 除了自己 谁都不信 对待龙虎山的山上道士 更是恶感深重 怎会轻易 跟一个横空出世的 无名道人做买卖 轩辕清风缩回手 根本不用抖腕 就已是不沾滴水 站起身后 环视四周 视线最后有意无意停留 在一叶落水芦苇上 脚尖一点 踩在尾叶上 若有所思 似有所悟 一席紫衣 重出江湖 随水东流 河州一路上 一头庞然大雾 横冲直撞 大多数商旅几旅 都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就只看到尘土飞扬 看不清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些有眼力尽的江湖高手 才认得出 那只巨大活物 竟是一个异常魁梧的大活人 像是传说中隐 溺于昆仑山上的 仙谷荒人一名 身高两丈 可力拔山河 五千年前圣人治水 攻城之后 便是让九百昆仑巨人 分别搬运九鼎 镇压九州 这名巨人 手脚皆是触地 奔跑如雷 脚力远胜 塞外明居 身上坐着一位 头发斑白的老人 腰间勒捆了一根绳索 以防坠落 在春秋之间 祸乱九国的老魔头 此时本该在西楚复国中 继续搬弄唇舌 可是正值新大楚国 接干而起的关键时刻 老人竟然弃之不顾 招来远比提冰山昆仑奴 要更加名副其实的奴仆 奔赴北梁边境 老人一路颠簸 除了不得不停留的 饮食休憩 从头到尾 没有耽搁一点点光阴 也没有半句言语 但是临近北梁道后 就开始时不时的 有些喃喃自语 王老怪你打架打枣了 早知道 当初就该让你在 气候未成的时候 城破人死 亏得老夫帮你把江湖 变得如此有趣 你王先知不领情也就罢了 乔信徐的小子不顺眼也行 可为何要连累一个小丫头 王先知 徐凤年 你们两个都该死 要是我那闺女死了 王先知你 休想镇守天门 北梁也休想有片刻安宁 尤其是你徐凤年 打不过王先知又如何 磕头求饶便是 王先知见你如此没出息 自然会不屑 跟你一战 非要不知死活 占据高树路的体魄与气魄 怎定 怕高树路宰了曹长青 你心仪的女子 就要无所依 你连北梁安危都顾及不来 还敢奢望去护住那江湖的性命 好 算你是多情 可你要是厚死薄比 眼睁睁看着我那闺女去送死 我黄龙氏以前是祸害过北梁 但也给北梁留过退路 以后你小子就等着 真如树上所显 死无全尸 昆仑巨人 已经奔入河州 直线赶往优河两州接壤的边界 黄龙氏一颗心 开始越发下沉 因为不管是在他看来 那小子都没能功成圆满 根治源自四百年前 一位无名道人的大梦春秋 缺一不可 而且在老人算来 那小子生性谨小甚微 却也算顾全大局 如今重担在间 如何会为了一个双方牵挂 设身处地 不说他春秋之中 生性最是凉薄的黄龙氏 就是寻常人 也万万不会如此莽撞行事 因为这个时候出手 自身修为没了 家也没了 国事也一物了 后世官之以千秋罪人也不为过 他徐凤年袖手旁观 才是正确之事 黄龙氏这么多年 风光无限好的背后 不论受到多少白眼挫折 都不曾如此束手无策 坐下巨人 已是强弩之末 黄龙氏仍是冷血说道 你该去死了 巨人毫无怨言 拼得蹊跷流泻 也要奔进最后三百里路程 三百里之后 一路摒弃宁神的黄龙山 就要开始步行前冲 然后尽力赶在 王先知动手杀人之前 前提是 那傻闺女还没死 黄龙氏有一句话 没有对那个妮子说过 若不是遇上她 她在黎阳一统中原之后 就该退隐山林 专心习武修道 然后试试看能否飞升 人间无所恋 大可以再去看一看天上风景 临近幽州 黄龙山猛然喝道 停 巨人匆忙杀住身形 双手双脚在地面上 抓出数条沟壑 老人跃下 向前掠去 隐约创然道 来不及了 王先知说到做到 哪怕对手是个小姑娘 是个很有心意的杀手 可他既然说过 下一次见面 就要他死 所以当他不惜命地 拦在边界一路中央 王先知就真的上前 一脚踩他在 个子不高的小姑娘腹部 他后仰倒去 身躯倒滑出去十数丈 已经没有什么气机傍身的他 背后衣裳破碎 伤痕累累 他理该是站不起来的 躺着死去 可他大概是靠着那口气 摇摇晃晃站起 他站起身后 仍是没有半点距异 他杀过王明寅 杀过柳薅施 杀过很多很多的高手 他不怕杀人 也不怕被人杀 他只是有点不快乐 觉得自己 做得还不够好 他还玩了差子 可还没还玩他后来 送给他的雕帽 他的视线早就模糊不清 但仍是抬起头 以前有一次 他被一姐柳 和一个胖女人什么的相互捕杀 那一次撑不下去了 然后他就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身前 他就很开心 不是开心可以活下去 而是开心他来了 就这么简单 呵呵姑娘闭上眼睛 老黄说人死了 就是睡一场 谁都再也吵不到 叫不醒的春秋大绝 他觉得挺好 睡了 这时候 不知是不是错觉 一只温暖手掌 轻轻按在他的脑袋上 柔声道 不准睡懒觉 半睡半醒之间 他又感到身后人 走到他身边 对自己和对那个 很厉害的老头子 分别说了一句话 一句很轻 我来了 一句很重 好似天下世间都听到了 王先知 你该死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